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這一集呢比較不一樣 比較語重心長一點 因為這一集呢要來討論角色排行榜的爭議 那我們之前呢有出過一集這個所謂的角色排行榜 那下面有很多留言都是備受爭議的 然後都會覺得這個角色強度為什麼長這樣然後怎樣的 然後那個影片其實有跟大家講 站的位置不一樣 那看的東西也會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好好來看一下 復排一下我們的角色強度吧 那首先呢這是我們排出來的角色Tile表 那這個都是沒有改動過的 大家可以去確認一下之前的影片 那為什麼這樣排呢 大家現在玩下來應該也都知道答案了 為什麼可以這樣排 那不久後呢我們官方 因為我這個角色排行榜出的非常早 基本上改完的時候 剛改版之前 我就已經叫小奇恩 我只會給你兩天的時間 去把這個角色排行榜做出來 用你最快的速度去測試 因為我很相信這位選手的操作跟判斷 然後跟整個比賽的架構 這種遊戲的架構 所以呢我選擇相信他 讓他去排這個角色排行榜 那大家應該也都知道我最近是沒有什麼時間玩這個遊戲的 所以我也是最近才剛回國 而且我是螢幕有問題的時候 再回來玩這個遊戲 那我也照著這個角色排行去玩 那先聲明我不是重科玩家 我只有一隻角色是有突破的 叫做約基奇 我只有約基奇是滿圖 其他通通沒有突破 每一隻都是沒有突破的 所以呢我角色值非常淺 甚至連點都沒有點的那一種 所以這個角色值呢 是沒有辦法幫大家做測試的 我才會叫小奇恩來幫我做測試 那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角色排行榜 到底準不準 來海水推了 褲子 就會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我們來看這一次的 我們這個角色排行榜是出在比賽之前 那現在比賽已經高了16強了 我們來看他目前昨天 米寶 發布的一個FB訊息 說這一次呢 這個角色的出場率的順序 我們來看一下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次角色出場率的順序 首先是第一位綁手塔圖姆 不用講了吧 這角色就是我們排行榜的第一順位 胎兒靈的部位 那為什麼 那個我們的 德老會在T1靈的最前面 我們有跟大家提過 就是因為他的性價比低 因為他一圖就可以玩了 但是塔圖姆的6圖是很強的 那為什麼這兩個角色出場率會長這個樣式 因為這兩個角色基本上是必出 因為比賽沒有ban角 所以是必出 一人拿一隻的情況下 所以會長這樣 那再加上諾威斯基這個角色 基本上是必拿 而且不會有隊伍存到讓你拿兩隻 就是你拿一隻塔圖姆加一隻德老 不可能有隊伍存到讓你一口氣拿到這兩隻的 所以呢這個才會長這負責性 那諾威斯基一定是首榜目前的最無腦最無腦的角色 我相信大家目前玩下來應該都感受得到了 那這角色爬牌是角色剛出 就馬上兩天內就出來爬牌 所以大家一開始都很懷疑為什麼會這樣排 那再來看2號位 3號位波爾辛基斯 波爾神不要擺在這個地方 對吧 中鋒的綁手 這是完全沒有毛病的 所以我才說 站的角度不同 站的高度不同 看的角度就會不同 那中鋒確實最強就是只有他了 沒有更好的選擇 那現在大家應該也能感受到 這個波爾神在這個遊戲的統治力 到底有多誇張 再來看第三個雷納德 這個就比較有問題了 因為這個雷納德的問題是在於說 為什麼這個排行榜 大家注意看喔 完全看不到詹姆斯 也完全看不到李夢 這是為什麼 那這就要看更後面的比賽 大家就會知道為什麼這樣的角色 登場率並不高了 因為有所謂的客製關係 那為什麼雷納德在這個登場率比較高 是因為他不用先看陣容 他可以直接盲量 因為你不用怕你被counter到 那詹姆斯如果你先出的話 會導致於如果對方是空間陣 那你就會沒有用 但李夢如果你要去打一個單核點位的話 你會被詹姆斯全防 所以目前現階段比賽中 你會發現出場率為什麼沒有這兩隻 是因為候選出的問題 因為是比賽 比賽要扛的是角色選角的風險先選程度 所以你不可能先去盲量李夢或是詹姆斯 所以全部的玩家都會保守的先去選後面的可愛 那就是為什麼唯一可愛順位比較不一樣的關係 那到時候比賽到後面 我們這一台有拿到轉播權 我們可以去播其中一小段比賽 所以到時候會是賽品的部分 然後後傾團隊本來就是這樣 先了解遊戲生態 那至於個人我自己的操作 我自己知道 我的操作期限在哪 因為我也是剛回鍋 所以我操作一定不會到很好 但是呢 我很相信這個選手的判斷 那跟我對這種遊戲的理解程度 先不論操作 因為我們後傾談的是遊戲的理解程度 那再來繼續看 諾威斯基比方講嘛 就最強的嘛 阿德巴約是不是 中鋒的第二號位 唯一能跟波神抗衡的 大家應該能感受到 就只有阿德巴約 其他你一定要被炸板 炸橫智障那種 只要那個人是正常人 波神是正常人 你的阿德巴約會超級難受 阿德巴約為什麼能克制他 是因為他有拍球 他即便位置不好 他可以把球拍開 然後去撿地板球來轉換球權 所以阿德巴約登場率才這麼高 那盤榜都是先出在這個比賽的數據之前的 先跟大家再次強調 那再來是約基奇的 再來是那個湯普森跟哈登 注意看一下湯普森跟哈登 順位高吧 就在這個地方 分位有沒有看到 而且是分位不是控球 是分位喔 分位剛剛好就是這兩隻 完全一絲錯誤都沒有 就是兩隻 那再來是什麼 可瑞 可瑞也是40%有沒有 控位的幫手 我們看這個角色就知道了 40%的人都會出到可瑞 他就是一個幫手中的幫手 這是無庸置疑的 控位 就是最強的就是可瑞 那再來是哈登 哈登出來之後呢 最後就是恩比特了 再來看這個角色旁榜 最後面恩比特 那請問哪裡有問題 我就問下面那些酸言酸語的 到底你們哪裡有問題 比賽跟你們這些人看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會感受不到為什麼腳是有這個強度 那現在我們來應證答案了 也確實我們這個排行榜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其他可能有比較爭議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歐文 哪裡有歐文 你們有發現歐文沒有出現過嗎 那為什麼歐文沒有出現 為什麼老包沒有出現 為什麼李夢沒有出現 大家思考一下吧 這就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排行榜有一角色消失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排行榜出現之後 有幾隻角色是失真了 來喔 湯西奇不見了 為什麼 他不見了 為什麼 他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很多隊伍 會怕一隻角色 叫做會玩的這一隻 所以他們寧可選擇最保守的無腦得分陣容 也不要去選擇這種有可能會爆開出事的陣容 因為有可能你會後選被破 選到這一隻去全方你的這個一號位 那你的進攻就會很難受 所以才會導致於 欸 這幾角色為什麼沒有出現 不是他沒有強度喔 到時候 比賽打到後期就會知道了 那可能很多人都會參考陸服的比賽 安安 陸服的比賽角色出了完全不一樣 強度也不同 版本也不同 現在可好了 AD要出了 那這個排行榜一定會有更劇烈的改變 那到時候改變了 那真的有很大的狀況 我們才會做角色排行榜的更新 那所以我就說 你永遠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不要去質疑目前台港澳服 最強玩家的角色排行順位 因為他絕對是沒有毛病的 不然他怎麼會在台服的榜一 這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集就是比較 想回懟那些觀眾啊 就搞不懂這些人的腦袋在想什麼東西 那你們覺得真的很強 你們可以去玩 沒有意見 很多人會質疑 為什麼這隻角色在這裡 那也很明顯了 因為這些角色他媽太強了 因為那些影片我也告訴大家 T3沒有廢物 只是說上面的太強了 那陸服大家都會看到有佈客出現 廢話版本不同 會造一些不同的角色出來 那很多人都會拿陸服跟台港澳服做比較 那是非常愚蠢跟腦殘的行為 因為那時候打冠高打黑子都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種概念 就是版本不同 就是順位就會有不同 那到時候水退了誰沒穿褲子 大家都會知道 那我也很樂見 最後台服趕快向現在超前進度改版 把這個版本呢 給挪到跟陸服一模一樣 那到時候呢 就沒有人可以拿陸服來說 欸陸服說那角色怎樣怎樣怎樣的 怎樣怎樣的 你們就慢慢去超陸服 那想要知道台港澳服 最正確最第一拍的時間排行榜 那我還是會繼續出這個角色排行榜 因為我就喜歡怼這群腦殘觀眾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 比較語重心長的話 那最後呢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我的角色排行榜 選擇出在我自己的頻道 不是出在小千的頻道 因為這個動作會造成一定量的風險 那給大家看一下我後台的數據 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了 這是我一般遊戲出的影片的 按戰術跟倒戰術 大家可以發現到 自從出了這個角色排行榜 是唯一低於90%的 其他都是在90%以上 升到100%的這個暗戰率 那像是小千那種 剛從紫色頻道來紅色頻道的 你如果吃到倒戰 你的瀏覽率跟觸及率 是會大幅 挺好是大幅下降 這是YT的機制 所以我不可能 讓他去輸角色排行榜 原因就是用在這裡 你就是會招惹到這些 看不懂的腦殘 所以呢 沒關係 這台出人名的 本來就是愛噴 愛被別人黑 沒什麼差 就是一個被虐狂 那你看這角色排行榜 89% 唯一一支 唯一一支低於90%的 那這些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你後面所有的 類似影片的觀看數 那會影響到演算法 所以呢 我才會叫小奇恩 你絕對不要在你的頻道上 出這種影片 你就把這個 這波 老子扛 但是你要把角色攻略出好 所以大家可以去小奇恩的頻道 我在下方放連結 你可以去理解這角色要怎麼玩 我都會叫小奇恩出攻略 但是排行榜只有這台會出 因為會嚴重影響到YT的演算法 大家自己看這個按戰術跟導戰術就可以知道了 很明顯 這款遊戲的報名 非常非常之多 離譜到什麼程度 離譜到不知道情況 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在看台南都知道 老子的螢幕壞掉了 我的螢幕現在就是30幀40幀在玩 打出來成績自然就是不會太好看 而且我只單排 再加上我根本就不是課長 我角色池根本沒全開 我就這一次月記起滿圖 其他通通都是零圖 那這種情況下 他媽的 微星的他媽的螢幕就給我壞掉 我能怎樣 我打的畫面會好看嗎 但是我能理解這個遊戲 目前的環境是怎樣 所以海水退了 最後會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所以我不懂哪些酸民 到底是在靠北上小 那信者很信 那井底之蛙的人 就去當井底之蛙 都是無所謂的 那你不爽呢 你就去按導戰 反正沒差 這台已經活很久了 無所謂 那真的要去學習這個遊戲的知識跟角色的這個 開港off正確的順序 我只推薦小七人 目前呢沒有什麼 更值得我相信 因為這個選手我帶了兩年多了吧 彼此也是很熟 那也很懂他的底氣在哪裡 那實力到哪裡 所以呢以上就是這一集的這個 要跟觀眾講的部分 我非常之生氣 所以真的要怼一下這些觀眾 有點不爽 所以跟大家說明 還有目前的情況 那信者很信啊 要不要照這個盤榜店 就看你個人 就這樣呢 其他見面觀看喔 掰掰 跟朋友也要打算 不見 那你會不會有些人 你不會有些人 那你會不會有些人 我會不會有些人 那你會不會有些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